作曲 李宗盛 生命是一趟感恩之旅 生命殿是與你 一同幸福祈福 圓滿生命 生命殿是與你 一同幸福祈福 圓滿生命 作法是什麼 是說明宇宙間的一切真理 它可以是我們 它可以令我們 心向時辰 而獲得永恆不變的快樂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真理是什麼 是萬物深深呼吸的自然發生 一切皆因緣卻而占有 由因緣深而消失 人生云灭就是真理的现象 当我们无法了这些人的法车 也就是大乡解脱之事 当我们无法了这生年的法车 也就是宝想解脱之事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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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生者 对我们的祖先 我们永远孝顺 保恩 对所有的众生 我们永远希望他们得到快乐 离开痛苦 这就是慈悲 简单的说 学佛 他就希望我们永远永远 保持这样的心态 不管是对任何人事物 包括伤害你的人 你都要对他报恩 慈悲 这个就是佛教所讲的空性 所谓空性 就是绝对没有分别的去对待一切 接受一切 所谓空性 就让我们生起一个了解 所有众生都跟我有缘 都跟我有关系 都是我报恩 孝顺 慈悲的对象 就像各位坐在这边 没有太阳 人类 世界都不能活下去 没有空气 同样的 人也好 动物也好 植物也好 都没办法存在 所以没有土地 那万事万物都没办法承载 乃至生长 所以简单的说 那佛教就要让我们认识这个真相 我们要感谢太阳 感谢风 感谢雨 感谢空气 感谢土地 就像感谢我们的父母一样 那父母也会打我们 也会骂我们 但是他依然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这个世界不管谁对你好 对你不好 那我们呢 都希望对他感恩 希望他离苦 当然这个事情没有莫名其妙 这个人对你那么好 这个人伤害你 这个都是有累积累世的因缘 就像关公好了 关公被斩头了 所以为了他的国家被斩头了 今天也是他的儿子关平 也是被斩头了 那斩头以后死了就做一个孤魂 虽然他很有福报 但是他不甘愿 所以呢 经历了三个朝代都在做孤魂 那个时候天台智者大师 下山要到地方上弘法 智者大师在打坐的时候 然后就听到这个关公 那时候还在做一个有福报的鬼魂说 还我头来 还我头来 他不甘愿 他被砍头了 那个时候啊 智者大师就看到 光公陷在他面前 但是智者大师就问 今天你被砍了 然后你说还我头来 那被你砍的人跟谁要呢 今天你被砍 也是过去你砍人啊 因为你不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你一直在痛苦啊 所以当然智者大师 进一步给他讲佛法 那现在你在跟我讲话 这个声音 需要一个头或是什么吗 事实上是你的执着 所以观公听了佛法以后 升起惭愧心 升起他的决心 就这样了 皈依了智者大师 皈依以后 发愿永远守护佛教 也让所有众生了解 因言果报的道理 所以这个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样 所以观公就成为我们佛教 甚至我们道教儒教 三教的共同的护法 所以那我们利用今天 来庆祝观公的圣诞 又要来做大超度 这个超度就是慈悲啊 再讲一下观公前世的故事 那为什么观公圣诞 一定要下雨呢 在做观雨的前世 它是一个地方的龙王 这个龙王就管水的 但是呢 当地的地方的人 不尊重天地 喜欢杀身 也不祭拜天神 那时候玉皇大帝生气啊 而且当地人的果报 所以好几年都没下雨 那些人民都没办法生存啊 没办法种稻米水果 大家都很苦啊 而且玉皇大帝还下命令 任何天神雨神水神 都不能拿水啊 帮助老百姓 玉皇大帝要惩罚这些老百姓 让他们懂得敬天地 懂得道德等等 那老百姓就没办法了 就一直到大河边 一直去祭拜这位龙王啊 龙王主水啊 那那个时候做龙王的观公很慈悲啊 这老百姓没水 大家怎么生存呢 这怎么办呢 所以以他的龙王的立场 去找雨神啊 雷神啊 但没有人敢帮忙 因为大家都不敢得罪 天上的玉皇大帝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龙王就去拜托河神了 他说河神啊 用你的水想办法 如果你的水能够给我 我以我龙王的身体 这样来吸水 然后来吐给老百姓的田 希望帮助他们啊 那这个时候河神说 那你去做 与我无关 算你偷我的水 我当作不知道 因为他还被 怕被斩头 因为这样观公 几乎每天晚上这只龙王都没睡觉 老百姓祈求他 他每天晚上就去吸大量的河水 慢慢的灌溉所有老百姓的农田 经过了三个多月 这些农田终于慢慢慢慢慢慢长出来啊 哦 越来越丰盛 老百姓非常感谢龙王 这个时候 在天上的玉皇大帝很生气 谁做了这个事情 一调查原来是龙王 那个时候呢 就号召那些天神 要把龙王调到天上 大家都 那些其他的神明都说 龙王你千万不要去啊 一去就斩头 你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吧 但是龙王啊 这些观公的忠义 为了老百姓 所以我被斩头 我死也甘愿 他真的就到天上去报道 当然 玉皇大帝派人斩头 不但斩头 还把他的头啊 丢到那个 河的旁边 让所有老百姓都看到 所以 那时候大家都哭啊 但那个时候 有一位法师慈悲 就把这个龙王的头 用两个大水缸 盖起来 然后呢 为他诵经超度 所以这样子呢 那这个龙王才有机会 投胎做人 投胎做人就是观公了 他还维持他的忠义 因为当时候他也是打抱不平 杀了宰相的儿子 就是这样逃难 逃难呢 因为他本来不姓官啊 好像叫彭贤 所以逢贤还彭贤 结果因为 他杀了宰相的儿子 因为宰相的儿子是欺负人家 良家妇女啊 所以观公打抱不平 一拳不小心打死了 所以就要被追杀 追杀他跑到 关口外 所以要跑到关口 他化妆啊 那人家问他什么名字 他就那时候就讲出 关羽 他希望能够像羽毛一样出关 这就是关羽的名字 后来各位就知道了 三国结议等等等等 关公还是后来 给这个忠义被斩头了 所以关公在我们华人 他是一位这样的忠义 所以也代表很有福报 财神 那福建人就管他叫文诸公啊 有求必应啊 特别在台湾 这个关公的信仰不可思议啊 所以台北是最兴旺的庙 就是邢天宫 关公啊 所以大家这边抽签啊 非常准确 但是在台湾的邢天宫 是不准拜肉的 所以大家都是吃素的 所以大家在这边念经 所以我想 当然大宝法王写这个关公仪轨 那也有人说大宝法王 就是关公的化身啊 所以看他样子就知道 脸红红 有腮 这个胡须这边都很长的 而且中义 守护了佛教 所以 那因为藏传佛教都有修护法 那我们汉传佛教没有专修护法 但是出家人还是早晚 早上拜韦陀菩萨 晚上拜 截兰菩萨观公 那在我们佛教的经典说 每一个寺庙就有十八个截兰的意思了 有十八个寺庙的护法 那以截兰菩萨做代表 当然在印度没有观公 印度拜的截兰菩萨 他就是 己孤独长者 他盖了奇缘金色 所以就把这些佛教的大护法 都取名叫 截兰护法 所以我们利用今天 来举办观公法会 按照传统 只要举办观公法会 龙王一定会降临 龙王降临就是下雨啊 所以龙王有 龙有两种啊 一种是法型龙王 法型龙王就是专门做好事的 帮助你做好事 守护佛教的 那一种叫非法型龙王 就制造大水灾 大灾难 传染病 所以龙有水龙 地龙 天龙 像各位如果你很喜欢吃海鲜 虾子 你一定要得罪龙主啊 所以这一次听说 印尼绵南北部的多巴湖 有一个沉船事件 到现在船还没找到 船上有一百多 一百八十几人 因为他们超债 所以还在死在里面 那就有一个说法 这也还没有发生之前 就有人这样讲 我也看到那个相片 当地人就在那个事发的事件 地点抓到一只四公斤多的大鸿鱼 就好像人家放生的大鲤鱼 那只鱼长得很特别 抓到以后拿到市场 大家都跑来看 还活着 那就有一个好像也会有点小神通的 就告诉他们 这只鱼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吃 这是龙王的眷属 你们杀了他 吃了他会有灾难 但是当地人 印尼人也不信这个 这么大的鱼吃得多好 就把他杀了 吃了 过两天 过两天就发生这个沉船的灾难 事实上是一阵大风把船给吹了 所以有一个修行者就说了 那只鱼就是龙王的女儿 而且这些坐船的人 又是他们都喜欢吃海鲜的 沙叶很重的 所以这样因缘合合 就发生了这一次的大灾难 所以来念一下来 法会功德 回向多巴胡 乘船死亡者 所有在海中水中 河中西中 溺死人等 所以回向所有被杀被吃 龙竹海鲜水产 奥啊吼 同享功德 所以 当然我这样说 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深信因果 所以真的有生命的轮回 这个生命的六道轮回 好好坏坏 是来自于我们的善跟恶业 杀生偷盗吸银 骗人喝酒吸毒 这是一个恶业 恶有恶报 所以我们去放生 布施 守帮关灾戒 念佛 诵经 吃素 帮助老人家 穷人 这个叫善业 善有善报 所以人的命运 富贵平贱 同样是这么多人 有些人长得漂亮 有些人赚钱很容易 所以我来马来西亚 我也经常碰到很多有钱人 有钱人有有钱人的特色 他们为什么这么会赚钱呢 别人也忙得要命 但是他们赚钱这么轻松啊 特别那些富二代 他一生下来就不用赚啊 他老爸阿公赚很多啊 这个天地不公平吗 没有的 这是个人所积的善业的果报 这一点各位呢 华人大家很喜欢念一下 有钱真好 不但有钱还要漂亮 不但漂亮还要健康不生病 大家都求啊求啊 还要嫁个好老公 生个博士儿子等等等等 那这些你也不用求 这是一个业 什么叫业 每个人的身体嘴巴心态 所造作的业力 所以呢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一点我们要了解 就像我们这次要来大蒙山超渡 那为什么要超渡 真的有地狱 真的有恶鬼道 看得见的恶道还有动物 所以每次来巴都巴下 我们就会赶快救啊 救一些蟒蛇要被杀 四角蛇啊 野生乌龟啊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全马最大的屠宰场在巴都巴下 所以 各位这个要努力努力回向啊 冰城的也有一个 我们不断努力的回向就关门了 你们这边还不够努力啊 所以呢 就希望这种恶业不要发生啊 特别是这些蟒蛇在佛教叫地龙 你不能碰他的 你得罪水里面的龙族就产生大灾害 你得罪陆地上的龙族 那这些蟒蛇 他生生世世会找你报仇 就像我们佛教 我们中国有一个故事 那个汉林叫什么 明永乐方天 蛤蛇的那个叫 哦对了 这个故事我讲过了 方孝儒 方孝儒的爸爸 为了找一个木屑 要埋葬祖先龙屑 找了很多人看风水 找到一个大龙屑 这个龙就是蛇的地方叫龙嘛 结果一挖 真的里面洞里面 有几百只的红蛇 哇 这个方爸爸高兴啊 哇 真的挖到龙屑了 这个来埋 埋 埋 埋祖先我家后代不得了 结果隔天要开始动工 要开始挖 要杀 前一天晚上 方孝儒的爸爸就做梦 梦到有一个穿红衣服的老人 来跟他说啊 他说啊 我就是你挖开那个龙穴的蛇王 在这里面有八百多只我们龙主小蛇 你给我们三天时间 我们赶快一一一开地方 你才开挖 不然他们会被杀啊 结果方爸爸一听 哇 还真的挖到龙屑快乐了啦 隔天叫他一挖 真的是七八百只蛇 马上叫人家放火把他烧掉 他自己高兴啊 这个真是一个龙屑 结果 等他做完这个浑木屑以后 然后呢 那只龙王又来找他了 他说啊 你把我全家族都杀掉 我将来一定灭你所有家族 报仇 后来方爸爸结婚了 娶到一个很好的太太 他想说这个很有用 家族又赚钱 后来太太怀孕了 他更高兴 他太太怀孕以后 变得很聪明 口才很好 他说你看 生的小孩 这么好 结果小孩子一生下来 取名叫方孝儒 孝就希望他孝顺 儒就希望他好好读书啊 做官 结果一生下来 这个小孩子有什么特点 没多久就会讲话 那个舌头是红色的 巴拉巴巴巴巴 口才很好 方爸爸更高兴 真的我家挖到龙屑 后来这个方孝儒还成为 就是皇帝的 明朝永乐皇帝做皇帝以后 这个方孝儒是其他另外一位皇帝的 这个最好的宰相 然后呢 永乐皇帝请他投靠他 你离开你的主人来投靠我 用你的能力来帮助我 结果这个方孝儒呢 怎么样都不同意 不同意 这个永乐皇帝说 好 如果你不同意 你一直这样跟我讲啊 我杀你九族 这个方孝儒说啊 你可以杀我十族 我都不会同意 所以永乐皇帝就把方孝儒 九族 包括教他读书的 老师全部杀掉 刚好八百多人 那就是这一只蛇来报仇的 蛇王报仇 让方家全九族全部被杀光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啊 那你杀掉一只蛇 那这个蛇也会生生世世 找你报仇啊 那我想各位 现在最大的杀业是什么呢 特别是女孩子 故意去堕胎啊 这是最最最大的问题 所以各位等一下中午 赶快多写一些牌位啊 而且你写完堕胎牌位 放那边你还要跟他跪啊 妈妈不得不把你杀掉啊 很痛苦的事情 如果你不跟他忏悔 你光写牌位丢在那边 超度不了他的 忏悔还不够 妈妈要为你买 买这些玩具啊 糖果放生点灯 外面点灯啊 做烟供啊 食物啊 来超度你 所以一方面要全程跟他忏悔 二方面呢 还要布施他喜欢的东西 让他快乐 然后呢 等他这些 得到这些满足了 有牛奶 有食物不饿了 有衣服穿了 进一步 那他快乐了 也表达你对他的爱 然后你再来超度他 他才会接受这个法 不然的话 老实说 你随便抓一个人 坐在那边来听佛法 我为什么要听佛法 佛法那么好 他也不理你啊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所谓冤亲在主 亲呢 就是你的祖先 如果你的祖先 妻子父母没超度 子孙绝对不会发达 各位记住 绝对不会发达 如果你家人赚钱 生意好 健康 大部分都是祖先升天 至少升天 你想想看 你做阿公阿嬷 你如果升天 会不会保佑你子女 那保证的嘛 你的子女就有一个 最大的护法神 所以这个日本人叫 祖先灵 所以各位今天啊 无论如何 一定要将你往生的爸爸妈妈 写牌位 不管他在哪里吧 你知道的阿公阿嬷的名字 一定要写牌位 然后你姓陈 陈是历代祖先 皇是历代祖先 一定要写 包括你做 嫁给人家 除了夫家这个要写 娘家那边更要写 然后呢 不但写还要跟他下跪啊 哎呦 祖先如果没超度 你要超度他 祖先如果升天 希望他升更高的天 不然他这个天神福报 福报如果享受完了 那你就没有护法神了 万一他去堕落 就算有人跟你说 你爸爸在投胎做人 做人你也要保证他有福报才行 没有福报你也会很穷的 所以在佛教里面 也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有一个三十岁的事业家 他又穷又病 老婆又吵架 各位都听我讲过这个故事了 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他问了神都没用 听说那时候佛陀很多人尊敬 他直接去找佛陀很不客气 但是佛陀大慈大悲 不会怪他的 他说哎呀你叫佛陀啊 大家尊敬你啊 我现在很倒霉身体不好 事业不好老婆吵架 快快快赶快帮我帮我啊 那你才叫佛陀 然后佛陀不会怪他 你回去我会加持你的 释迦摩尼佛大慈大悲啊 所以呢就了解他的因果 为什么 因为他上辈子是佛陀门教 佛陀门教拜祖先就是杀羊的 所以各位如果你在拜祖先 替你祖先按照传统给他 我老爸要吃粿肉 你抬粿 你卖了你 不孝顺 非常不孝顺 所以 然后佛陀就跑到他前世的家 他前世 他儿子还在 家里虽然没有很有钱 小康小康 然后呢佛陀变成一个普通的出家人 就问他儿子 然后因为佛陀视线得很庄严 这个儿子看到 这个出家人这么庄严 对他生起了欢喜心 请他到家里吃饭 这个时候佛陀就问这位 第二代的 他说你爸爸呢 他说我爸爸往生三十年了 我很孝顺 我每一年给他杀一只羊 祭拜他 希望我爸爸升天 印度教就是这样 那佛陀就给他讲 佛陀视线得很庄严 他说如果有人把你儿子给杀了 说可以祭拜你 你要不要 他说不可能啊 那你杀那一只羊 那只羊多痛啊 这个痛可以让你爸爸快乐吗 但各位 这个事情也发生在每个地方 最近 刚刚好他们杀了很多牛羊 这是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们华人的责任 还要负责这个责任 这个叫慈悲 来超度他们 来帮助他们 所以这位 人听一听 很有道理 哎呀我这样做好像错了 这个出家人这么庄严 那我可以听他的 那佛陀就告诉他 你如果要帮 帮助你爸爸 供养有道德在修行的人 帮助那个贫穷的人 你爸爸才会好 千万不要去杀羊 这样对你爸爸真的不好 那这个人有善根啊 听了以后就改变 改变了以后 佛陀就回到金色了 经过三个月 那一位企业家 那一位企业家来找佛陀 哎呀你真是伟大的佛陀 来找过你 你说加持我以后 身体变好了 生意好了 我老婆现在对我可好了 我要来谢谢你 那佛陀知道他因缘成熟了 进一步就给他讲 因果轮回夜报的道理 跟他归一三宝 所以他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这是佛教的经典里面说的 第一个超度的故事 超度祖先的故事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各位如果你真心的 要孝顺你的父母 当然你孝顺父母得到功德 最大的是你自己了 地藏经说的 你出十块钱替你爸爸做功德 你自己做得六分 爸爸才得一分 那因为孝顺的功德嘛 所以佛陀呢就告诉这个年轻人怎么做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大家就是这样做 怎么做 来念一下 以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名义 上供佛法身三宝 下师六道友情 特别孤魂野鬼 地狱众生 被杀动物 那我简单的说 如果你真的要超度你父母祖先堕胎胎儿 那你要以他们的名义去做 做了以后 又把这个功德回向按照地藏经 法界众生 那功德可大了 就像你以妈妈的名字一百块 然后去帮助所有的老人院 再把这个功德回向所有老人都健康 请问你妈妈会不会非常健康啊 就是这个意思嘛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 那我把功德回向法界众生 那功德不够用呢 我妈妈用不到了 错了 慈悲心的功德更大 你用一百块替你妈妈做功德 回向给法界众生 众生无量无边 那这个一百块就乘以无量无边了 然后你妈妈所得到的功德才叫 无量无边 所以我们今天放大蒙山 这个大 大就代表对无量无边的众生 不施食物 那为什么要放蒙山呢 那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 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各位都听过了 麻烦各位努力宣传嘛 像你们会讲马来话 又会讲什么潮州话 广东话 福建话 都会讲 还会讲英文 那你应该努力的 像年轻人还会上 网路各种脸书推广出去 因为你知道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我来这边我看到几个新鲜面孔 我只好重播一次 这个录音带再讲一次 然后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不施食物 有些人说不用了 师父就直接念地藏经阿弥陀佛就好了 这样好了各位 中午不要吃饭 下午继续拜 你就跑掉了 这个众生正在受苦 他就饿得要死 你给他念多少经 回向回向 对他 他就不想来听 你要讲吗 但是如果你不施食物给他们 哇好吃啊 就像刚刚我们远远来 就看到做这么大的烟供 我们华人都知道 孤魂野鬼没办法直接吃那个东西了 它是吸它的味道而已 所以你直接把这个食物呢 化成 请佛菩萨加持 化成烟供 哇那个味道 特别是魂牧区那么多 我发觉巴都巴甲有个特点 就是魂牧区多 走到哪里都是魂牧 什么益山呢 天主基督教一大堆呢 各种宗教都有 所以各位跟魂牧有缘 想必搞不好你上辈子的魂牧 还在这边啊 而且我那天看报纸 我们巴都巴甲也是 宫庙最多的地方 到处都是 没错下去 因为这边华人多啊 喜欢拜拜 但是拜拜呢 信仰要有智慧 不能光求啊 佛菩萨不是做生意的 对不对 我给你拜多一点 你对我好一点 那这样的就 不是真正的因果 那我一定要按照佛教的方法 那佛是代表一个圆满的智慧者 慈悲者 那以最圆满的方法来做了 所以再听我讲一次 阿难是佛陀的侍者 那佛陀经常为他说法 他阿难也很精进 那有一天阿难 听佛陀说法以后 在山洞里面 思维 各位很重要 我发现现代人 不会进步是 听完就算了 所以各位 今天晚上回去 你要家里打坐 打坐 海涛法是说什么 你要好好的思维 思维以后 嗯 重要你要去用 要这样 对不对 那你这个才叫文思修 才会产生智慧 才会改变你自己了 所以阿难把佛陀听到的教法 在洞里面好好的思维 但是他在思维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鬼出现了 这个鬼出现的时候 脸长得很难看 非常难看 那阿难吓坏了 他要跑掉 这个鬼就跟他说了 修行者 你在三天就死了 而且死以后跟我一样 这个鬼叫咽口鬼 嘴巴会吐火 嘴巴一吐火 就烧整个脸 所以叫咽口鬼 鬼很可怜的 一百七十万年的寿命 天天在被火烧 只要肚子饿就冒火 只要走路 关节就冒火 只要出太阳 他就冒火 很可怜的 还有一个痛苦 像我们人烧会死 鬼怎么烧也烧不死 那就是痛 但是就是不会死 就像有人把你抓去烧 烧三天你还活着 你看多痛苦 所以他们天天在被烧 因为什么 过去是没有布施 你一杯水都不布施 很容易做恶鬼道 所以呢 这个咽口鬼说 你三天以后跟我一样 哎呀下恶鬼道被火烧 因为很多出家人 虽然精进修行 但他不布施 布施是你们在家人的责任 我们不用布施 出家人被供养就好了 没佛宝 所以呢 这个恶鬼道就跟他说 三天你就死做恶鬼 那安安说那怎么办 那这个鬼就说了 哎呀师父啊 如果你能够为我 跟全天下这种可怜的恶鬼道 念一下 供养三宝 等一下我们要做大供养 我们要替所有可怜 特别的恶鬼道 大供养 你替我们供养所有佛法身三宝 再来 你又用食物 布施给所有的恶鬼道吃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个 三天以后你不会死 那安安就紧张了 跳起来就赶快找佛陀了 他也紧张 怎么办 是真的我会死吗 那佛陀就跟他说 是啊 安安 你的夜报来了 三天以后你就要死了 那 那 安安安就问那怎么办 那个鬼 跟我讲了 但是佛陀说 安安安安 那个不是鬼啊 那是观音菩萨四宪的面然大师 故意要来救度你的 所以你只要按照他所讲的 供养所有三宝 布施所有恶鬼道 你不但三天不死 哎呀随便你活到几岁 几岁 所以安安安后来活到几岁 一百二十岁 叫巨兽 一百二十岁 自动用神通火化 一点病都没有 巨兽安安 所以 但是安安也很紧张啊 佛陀 我是个出家人 我没有钱 我怎么供养所有的恶鬼道 供养所有的佛菩萨呢 那佛就叫他 很简单啊 一点点食物 只要你有这种虔诚的心 为所有的恶鬼道众生 你只要念这个咒 叫辩食咒 供养三宝念二十一遍 供养天神念七遍 布施恶鬼道至少念三遍 它就可以化为无量无边 所以佛陀就讲了这一部经 也是我们今天要做供养的 最主要念的咒语 各位念一次 来 那么 沙瓦 丹太阳 瓦勒字底 咒 三本来 三本来 咒 考试一下 我来巴杜巴西 我看至少十趟了 会背变识咒的 举手 不会了到外面罚站 背完再进来 各位 为什么不会背 不吃背 因为你只想到我口袋有多少钱 你可能会背 这个背众生 以我无关 所以 慈悲不够 所以各位一定要会背 那么少我单单的 上不来 上不来 所以前面摆了这么多饭菜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大家用大慈大悲心 为父母祖先 堕胎胎儿 为所有六道众生 都像自己父母祖先胎儿一样 如果你今天自己没有带食物来 那等一下也很简单 他们主办单位一定买了很多食物 那你就用你 你的妈妈的名字出十块 爸爸出十块 往生者 你家祖先有几个 一个人帮他出两块也没关系 因为最近人家供养我 我看到一点都是一块的 马来西亚喜欢用一块的 我们人家大陆喜欢用一百的 所以出大钱得大富 出小钱得小富 你自己决定吧 所以我昨天 一来我就交给我们 立华 两千四百多块 这个是马币哦 帮我买食物 然后回向我所有祖先 冤心在主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用你的关心的 比如说你腰痛 那你要用 腰 让你腰痛的冤心在主 替他出十块 好不好啊 十块你也可以分啊 你要自己想啊 一块点灯 一块供水 随便你 对不对 你想就好了 但是要做到 做到 所以佛陀就 后来就流传在我们汉传佛教 就算出家人什么都没有 七颗米总有吧 对不对 七颗米 什么都没有 几滴水总有吧 所以我们出家人每天 至少七颗米 一些水 你也便时做